寶可夢觀察家小劍 寶可夢動畫史上最影博最悲情的角色 身為原本應該取代小剛的角色 最終卻不敵小剛的高人氣 僅登場在原創的橘子群島篇就黯然退場成為背景角色 從此只在大幕研究所登場 甚至常常被忘記有這個人的存在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說起在寶可夢的動畫中 小智的每一趟旅程身邊除了女主角相伴以外 也都會有著可靠的男配角 一路上與大家扶持 當個稱職的工具人 像是天童、希特隆等等的 有人超會做家事 有人很會開發道具 都是大家印象深刻的工具人們 而其中最為人所熟知 也是陪伴小智走過最久的 當屬小剛無誤 然而不知道還有多少觀眾記得 其實在初代寶可夢動畫中 小剛是有一段時間離開隊伍 把男配的這個位置交棒給其他人的 而這個暫時取代掉小剛的角色 正是動畫在橘子群島片時 原創的初場角色小劍 作為一名寶可夢觀察家 小劍同樣精通各項生活能力 以及有著對寶可夢的高度了解 因此在剛加入隊伍時 就能看出動畫組 濃濃的想用他來取代小剛的意味 沒想到動畫組這一首 卻成了弄巧成拙 已經看習慣小剛的觀眾 自然對這個新來的陌生人 沒有抱持太大的好感 更別說讓他接任夥伴的位置 最終在多方的因素之下 小劍在橘子群島片結束之後 就從隊伍中離開 永遠的留在大木研究所 僅在偶爾小智等人回去 或是跟大木博士通電話時 才會讓觀眾想起說 喔對耶 小智好像有跟他旅行過 因此就關所有系列的配角來說 小劍可以說是歷代待遇最差的旅伴了 而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 就是要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出現超短的配角 究竟是如何與小智的人相遇 又共同度過了哪些事件 最終功成身退嗎? 然後成為大木研究所的一員 先來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寶可夢回憶錄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小劍日文名發音Kenji 取名字寶可夢語用插畫家 三聲劍 英文名字則是Tracy Sketchit 姓名都包含著繪圖的意思 相較於寶可夢動畫 其他角色的英文名 通常都是用簡單的單詞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小劍的英文名字會長這樣 在外觀上 小劍長得其實跟他的待遇一樣 都蠻路人的 沒有什麼太顯著的特色 硬要說的話就是看起來很熱血 頭上那條招牌的紅色髮帶 以及一身的綠色穿著 是他少數的特點 小劍在個性上跟外表相當符合 熱心助人 並且對寶可夢們的資訊 有著濃厚的興趣 因而成了寶可夢觀察家 並且對小智的繼父大木博士 有著相當高的尊敬之心 幾乎是將他視作偶像 一個妥妥的大木博士夢男 熱情不輸水島太太的那種 而除了觀察寶可夢之外 小劍的另一項特色 則是有著出色的素描能力 當看到眼前有心儀的事物時 他便會拿出隨身攜帶的畫本 用繪畫的方式記錄一切 首次登場是在橘子群島片時 有一次他撞劍的小智 為了保護拉普拉斯 而與他人進行對戰 並深深的被皮卡丘所吸引 因而替皮卡丘進行速寫 隨後對寶可夢資訊熟悉的小劍 也加入到救助拉普拉斯的行列之中 在交談之中 小劍發現到小智跟小霞 都認識自己的偶像大木博士 甚至眼前的小智 可能都還是大木博士的記者 於是在成功解救拉普拉斯之後 看著拉普拉斯被小智收服 小劍毅然決然的選擇加入小智的隊伍 與他們展開橘子群島的冒險 對 拉普拉斯跟小劍是在同一天加入小智隊伍的 但顯然前者給人的印象 遠比小劍來得深刻 甚至是有不少老觀眾 對無印寶可夢的回憶 就是小智一群人 坐在拉普拉斯背上旅行 根本忘記這個小劍到底什麼時候出現的 而在進入小智的隊伍之後 小劍順理成章的接手了小剛原本的工作 開始照顧起眾人的起居 就這樣子一邊跟著小智周遊橘子群島 一邊進行著自己的寶可夢觀察之旅 算是收穫不少的寶貴知識 像是小劍曾在旅行中 見到了一隻粉紅色的獨角犀牛 當時翻譯鐵甲犀牛 對 又是粉紅色 無印寶可夢好像對於粉紅色異色 有著獨特的執著跟喜愛 而見到這樣子特別的個體之後 小劍也發揮出了出眾的觀察能力 不僅成功記錄下他的生活型態 更是快速的拿出背包中的繪本 將這隻粉紅獨角犀牛 豎寫下來 成為他旅行中一個寶貴的收穫 而在旅行到馬科特島時 小劍向小智等人提到 在所有的寶可夢中 他最喜歡的就是蟲屬性寶可夢 讓最討厭蟲屬性的小霞 表示完全無法認同 隨後他們遭遇到了一隻 已經身受重傷 不知道中了幾槍的飛天螳螂 原先小智還打算收服他 不料收服失敗之後 小劍連忙叫毛球使出催眠粉 成功催眠了飛天螳螂 將他送至寶可夢中心醫治 但隨後面對火箭隊等人 對於飛天螳螂群體的抓捕 那隻還受著傷的飛天螳螂 不顧身上的傷勢 連忙趕回去戰鬥 最終在小劍等人的幫助下 飛天螳螂成功擊敗了火箭隊 也正式加入了小劍的隊伍 成為他除了瑪麗露之外 另一隻招牌寶可夢 更是在往甘菊島的途中 小劍拜訪到了一位 他崇拜已久的寶可夢觀察家 綠河 面對這個專門研究鯉魚王的老前輩 小劍與綠河聊得十分投機 更是交換了許多珍貴的知識和建議 可以說兩個人都受益良多 在老少TT組合下 兩人成功破解了鯉魚王的進化之謎 可以說是小劍這趟旅途中 最大的一項突破與收穫 而當大家都以為 後續小劍會繼續在隊伍中 破解各種寶可夢謎團時 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結束橘子群島篇的旅程之後 小劍等人曾回到真心這一趟 而這邊小劍也終於得以見到 心目中的偶像大木博士 隨後一向充滿自信的小劍 居然是難得的露出緊張的神社 把自己的樹苗拿給大木博士 希望能夠得到他的指點 可見在他的心中 大木博士佔有多大的份量 在一番交流之下 小劍也決定了志向 打算留在大木研究所當助手幫忙 就這樣離開了小劍的隊伍 短短的一個篇章 一年不到小劍直接中離隊伍 在後續製作組馬上換回了小剛 這個老朋友回來旅行 小劍從此在動畫中就沒有什麼戲份 只有在提到大木研究所時 會作為看板人物在背景登場而已 兩個字可憐 但像是為了彌補小劍在本篇的影博一般 後續的寶可夢外傳動畫中 倒是讓小劍作為主角登場了不少回 不僅保衛了大木博士的研究室 更是和阿虹聯手一同找到失聯的大木博士 也和小劍經歷了不少故事 覺得讓這個角色變得相當可惜 而小劍為什麼會被砍戲份 砍得這麼明顯呢? 理由其實也很簡單 小剛的人氣太高 我們一起回到二十幾年前的時間點 不像現在寶可夢擁有全球性的人氣 在當年他還算是由日本發跡的強勢新潮流IP 動畫組為了讓寶可夢受到歐美的觀眾喜歡 判斷小剛的外型眼睛太小 歐美的觀眾可能不太會喜歡小剛 所以打算想以小劍來取代他 但沒有想到小剛實際上 因為長期的大哥哥形象刻畫 收穫了大量的人氣 完全超出製作組的預期 所以火速把小剛拉回動畫版的舞台 小劍就這樣子以不到一年的速度領便當 那以上就是關於小劍的回顧啦 其實他出現的時間真的很短很短 不管是登場跟退場 劇情上都有著太刻意為之的安排 因此在網路上也能看到不少對於小劍這個角色 到底為什麼會登場的討論 無論如何這個快閃登場的角色 已成為我們童年回憶的一環 所以看到他就這樣從此沒有發展 還是會覺得有一點點可憐 大家對於小劍有著什麼樣的看法呢? 會覺得是一個很可惜的角色嗎? 還是在我提到之前都快忘記他是誰了呢? 希望下次看到我介紹哪位角色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麻煩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因為訂閱而不見人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歡迎來追蹤我IG 那麼我們去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比 прин46 這不是小混蛋嗎? 我認識我的天啊 你的影片 那不是 지난